大家好 我是文瑞 十天前左右当时我做了一个视频 谈到了一个内蒙古的消息 然后这个消息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 报道了 有些媒体就用一个词叫第一枪 来形容内蒙古的做法 就是说情况非常严重 什么事呢 就是内蒙古发行了一些债券 叫特殊再融资债券 这个债券发行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人可能会问 简单讲 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分为这个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 这个显性债务就是量比较小 然后它是得到中央允许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隐性债务的量就非常大了 我常说它就是一个无底栋 到底是多少 是一百万一 两百万一 三百万一 谁也不知道 可能他们自己也不行 量是非常非常大 那这些隐性债务 也就是中央财政经常说的 自己压孩子自己报 就是指你们自己压孩子 北京一直的态度就是你们自己来管 我们不管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北京中央不得不管 现在这个事情 所以说就出现了特殊债务支债券 特殊债务支债券就是什么呢 通过借显性债 然后去还隐性的债务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情况就是乱来了 北京中央就是乱来了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 我大家只举个例子 例子不一定很像 但基本上能说明问题 就像有一个人 公司有人出差 你出差的话 你正常的差旅费 这公司是会给你报的 但是你说你出差以后 你要在那边花很多钱 对吧 你又是买了奢侈品 然后你又到高档的饭店 去胡吃海菜 对不对 花了太多太多的钱 对吧 本来你差旅费也就是2000块钱 但是你其他的费用花了一两万 你说公司是给不给你报 当然不能给你报 其他那部分钱 对吧 正常差旅费一两千给你报 但是公司现在把那一两万也要报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事就很麻烦 那大家都这么多 那公司很快不就要破产了吗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北京做的事就是这样 地方政府胡作非为 借了那么多隐性的地方债 那现在北京要帮着还的话 中央要帮着还的话 你说这事不是很麻烦吗 然后内蒙古当时说第一枪 后面他这个报道 我看一下 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 既内蒙古天津之后 辽宁 重庆 云南 广西等省份 也加入特殊在融资债券的发行行列 然后说10月9号 就是昨天 然后辽宁 重庆 云南 广西 披露发债材料显示 四省你发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 再融资债券的规模 分别为870.42亿 420.9亿 533亿和498亿 规模 当时内蒙古好像大概600多亿 我记得 然后市场将这类债券特殊 称为特殊在融资债券 实际用途就是用来偿还隐性债务 然后他就是这样 现在到现在为止 这些省 市 自治区 包括还有直辖市 他们一共有六个地方 发行规模是多少 3200亿 大家看看这规模多快 3200亿 恒大就是 对吧 2万多亿 那它是经历了好多好多年 人家这10天左右 3200亿就出来了 你再往后的话 我就想这隐性债务是一个无底洞 而且这些地方政府都没有钱 渴得都不行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对吧 你出了这个政策 那一旦开了这个口子 对吧 就像那个大坝 你出了一个口子以后 那很快就要决堤了 就是这种感觉 北京现在就是 就是胡来了 没有什么办法了 现在就是只能是发行这个债 那这个债谁来买单的 老百姓也不可能来买 老百姓也没有那个钱 这个韭菜也不好割 那只能是大型国有银行 这个就是说去 接受了去兜底 对不对 大型国有银行拿钱 来把这些这个所谓的 特殊债务资债券买过来 然后呢去解决地方政府 现在的这个困窘的这个状况 那说白了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 他们的钱不也是储户的钱 不也是很多老百姓的钱 那大型国有银行 里面有多少钱呢 是不是 他们能撑多长时间呢 是吧 我再说一遍 整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债 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大窟窿 大雾底洞啊 对吧 你往里放多少 你都很难填满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窟窿 加上这个利息 想都不敢想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就是 靠这个大型国有银行 帮助吧 那这个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 那地方政府 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你看 北京帮我买单 中央帮我买单了 对不对 他们就下一步 他们就更加的会 这个胡作非 我肯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你只要不给钱 那我就是到你北京去 一窟二闹三上吊 然后撕给你看 你给不给钱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是不是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出差那个人 对吧 你这次 你给他报了 他在外面花了那么全 你给他报了 一两万都给报了 那他一看 哎呦 这好啊 下回他接着花 对不对 那其他人干 那你花 我也花 都花 对不对 那整个就会加速 这个企业的倒闭 那整个这个中央地方财政呢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 这些滑坡 问题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件我想说的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银行的这个情况 这个银行啊 就是昨天晚上 十月九号晚上 就是大量的民众啊 连夜前往这个 就是说 苍州银行去提现啊 他这个就是 苍州银行现在出现了 这个挤兑啊 然后呢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就是媒体报道 说这个银行 涉及到这个恒大的 34亿的贷款 那你说 听到这个消息 那老百姓能不紧张吗 对吧 我的钱 比如存在这个苍州银行里 然后他 还带给恒大34亿元 这银行本来就不大 他一用存款刚好多少啊 是不是大家会很紧张 然后就是苍州银行 这个被挤兑 然后就是网上的转账呢 也被暂时叫停了 然后还看到 我还看到一个 一个小票 排队的一个小票 这个小票 他们是晚上去提现 团队有这么一个小票 这小票呢 上面显示 排到了10313号 有人解释说前面这个10是这个业务的这个就是说种类 那313号是排到的人数 总之313号也不少 一个银行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人 那也不少 确实就说明确实出现了这个小规模的这个挤兑 然后应该是有央行出手吧 给他们输入流动性 好像现在这个目前看来 状况是这个平复了 然后除了这个苍州银行以外呢 盛京银行也出现了这个大批的网上打额转账等等 就是小银行现在就是陆陆续续又开始出问题 从去年的这个河南村镇银行以后 现在又又又又又开始出问题 那么这个出问题的背景就是什么呢 恒大呢现在不行了 不仅仅是恒大不行 恒大后面还有碧桂园 还有很多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房地产企业 那他们就是还不上钱的话 这些中小银行真的是很难 因为这些中小银行我以前也提到 他们就是这个政府地方政府 甚至是一些这个房地产企业提款机 对不对 把这个钱他们都拿走了 现在拿不回来了怎么办 是不是 那这些中小银行 其实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也是在勉强的维持 但现在看来就一点点要维持不住了 这个水泡就水要烧开了 泡一个一个一个出来了 那最后这些中小银行不行的话怎么办 还得是大型股有银行给他买单 大型银行给他兜底 大型股有银行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刚才的那个地方政府的债务 也是这个大型股有银行兜底 那么这些中小银行呢 也是大型的这些股有银行兜底 那大型股有银行能有多少钱了 是不是 现在吧 你看放眼望去整个这个中国社会 到处都是没有钱 到处都是渴得不行 对不对 企业没有钱 个人没有钱 对吧 民企没有钱 央企 国企都没有钱 外资还在大量的网住撤 是不是 然后地方政府没有钱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 然后中小银行也没有钱 最后就看到了这个大型股有银行 最后这块肉 最后这块蛋糕就在那摆着 那你说大型股有银行 它能有还能有多少钱呢 怎么可能够这些狼子们一起来分食 是不是 你说这个恒大自己就 2万多亿的债务 中值3万多亿 对不对 碧桂园也将近2万亿 是吧 这是能说出来的 那其他的 对不对 全国到处都是这个恒大 到处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吞金兽 你说这个大型国有银行 它能支撑多久 所以说这些事情看起来 其实都是挺可怕的 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 不管怎么说外交 军事 什么台湾 核心 就是这个经济问题 这个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 核心就是这个债务银行 这部分问题 这是我的整体的这个分析和判断 总之现在从内蒙武开始吧 这个所谓的特殊再融资债券 这个事情一定会很严重 再往后 这集呢就简单的这个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